那我们台湾为什么你看 我们永远脱离不了代工的命运 对 我们就是美国人旁边的小弟 你就是高雄后火车弹 帮人家打手枪的 就手枪店 你永远就手枪店的命运 就是一炮六百块了 你就是华西街占币的 就是一千两百块的 你就是你台湾人的命运 那你说我愿意让人家干 那你至少就有工钱 四百年来就一直被干 对不对 半套店的命运 你想要脱离这种半套店的命运 你这整个店经营 你就要大转起 我们要有一个战略 一个宏远的战略 那没有路啊 台湾有什么路 以后选举他妈的只要法律律师的 他妈一律不投 你只投理工科的 讲一讲这样 这样台北只能投陈时中 医生不算 那三个都不能投 那这样2024很难选 多医生 还有一个选择 那个郭台铭 那就选郭台铭了 是吗一定选郭台铭吗 当然是选郭台铭 郭台铭是学海事的 我不管他是商人的 至少他有一个大的领导的 曾经 看过世界长怎样 对 知道世界最尖端的技术 那些东西是什么